2022年4月24号礼拜天早晨9点24分 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这个乌克兰总统顾问叫阿里克西 阿里斯托维奇阿里克西 阿里斯托维奇啊 他发表了一个消息 发布了一个消息 他说乌克兰的国防军啊 乌克兰的武装力量摧毁了位于赫尔松地区的 赫尔松不是一直被俄罗斯占领了吗啊 位于赫尔松地区的一个俄罗斯的指挥所 该指挥所里约有50名军官 应该是炮机之类的啊 不知道是大炮还是导弹 不知道是榴弹炮加农炮 还是还是什么什么迫击炮不太可能吧 是吧火箭炮啊 总之这个指挥所被摧毁了 大概50名军官 然后被一次性消灭掉了啊 这是个好消息啊 有人说可能里边有俄国的将军 可能是吧 被炮兵击毁了 其中有啊 可能有一位将军啊 有人说啊 当然是英文媒体说的 只能说可能 啊 有人说好啊 卧槽 老毛的军官被清零了 说以前是零售 这回批发了 之前都是聚机手 是吧 一个一个的点名 一次打死一个 是吧 两个中将 一个少将 你看这普京估计是得到消息了 你看普京的状态 是吧 这普京的表情 你看很痛苦啊 很较劲 抓着椅子 是吧 这普京可能有点便秘 是吧 拉不出来 拉不出来 拉不出使的赖毛皇 是吧 你看普京这劲 是不是 前一段说 拜登有一次拉裤兜子了 当着好多记者的面 这普京瞅这意思也悬了 是吧 大家看普京 是不是拉不出使来了 便秘 是吧 长了一张便秘的脸